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芳 今天着重跟大家分享一对小叶子堂 想象黄花梨独板老料的柜子 它的气型最早出现在明代往期的万历年间 所以就用年号来命名统称为万历柜 单个宽度是长度85 深度42公分 高度1米78 整对柜子非常的滑贵大气 上面作为亮格 三维全部都是做了牙子牙板 那么也是雕刻了赤龙纹 还有回字纹的线条 全部都是用越南环花梨老料精致而成 上面作为重脚损的结构 底下是开关镂空金雕的船宽嵌板的工艺 草龙纹予以祥类吉祥 边框呢 全部都是采用高油高密的小叶子堂老料进行镶嵌 4成4公分的大方料 全部都是曲心的二标 然后侧板全部都是通板的小叶子堂老料 值得一提的是正面的四张柜门板 是一幕四开的黄花梨经典大开门 稀有的纹理虎皮纹山水纹 你看这四张面板是不是每一张就有如山水墨画般 花纹非常非常的奇特啊 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这是一张黄花梨虎皮纹的大多板啊 对于整堆柜子的收藏空间啊 也是一个质的提升 质的飞跃啊 非常的漂亮啊 真的可遇不可求的 那么打开柜门板 扑鼻而来的就是降香黄痰和痰香紫痰老料的木香味啊 厚重感 扑鼻而来啊 非常的好闻啊 虎皮纹背面用料也都是非常的扎实 水波纹你看这个窗带打得很厚 门面板呢是1.2公分 打了三根窗带都是有袋水波纹 高油高密 黄花梨做出来的家具啊 就是自带高级感啊 再加上小叶子痰地王木 那么用料呢都是一等一的 两个抽屉呢也是用料非常的干净啊 四张虎皮纹搭配这种小叶子痰 降香黄痰 配痰香紫痰做出来的整堆柜子 高级感 氛围感啊 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这样一对精品的黄花梨紫痰柜 大家会喜欢吗 大家觉得应该卖多少钱